焦点话题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向中共司法机构 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引起海内外法律界、人权界的关注 目前提高的人数已经高达近万人 最近一周就增加5000人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 截止到6月18号 他们已经收到9729人控告江泽民的 刑事控告状的副本及相关控告讯息 其中有5761人是最近一个星期内增加的 这近万名要求起诉江泽民的控告人 来自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1400多个县市 还有64人是因为迫害被迫流亡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指控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 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 投入巨额资金 将中共的公检法、武警、军队 全部投入到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监视、监听、绑架、牢教、判刑 酷刑折磨、活体摘取器官 违反国际法和中共自己的相关法律 犯下了群体灭绝罪等多种罪行 在江泽民执行的政治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 打死算自杀 直接火化 不查深远等灭绝政策之下 法轮功学员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这近万名提告人 有的失去亲人 家庭破碎 有的被酷刑折磨 身体伤残 有的失去工作 生活困难 还有的被迫流离失所 有家难回 明慧网分析说 目前递交控告状的人数呈增长趋势 仅6月18号一天 明慧网就收到了1199人的刑事控告状的副本 而遭受迫害最为严重的河北省 东北三省和山东省 也是递交控告书最多的省份 这近万名法轮功学员 要求起诉江泽民的控告书证本 都已经递交给了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其中大部分已经得到签收确认信息